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准备给大家新开一套课程 干什么 专门给您讲解研究VUE3 虽然到今天为止 VUE3还没有正式发行 但是我要准备给大家讲解了 讲解的目的是 大家请看 我本套课程的宗旨就是 超前部署 积极准备早日掌握VUE3 好吧 咱们要超前部署 不过在讲解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 您们的支持 是小马 我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首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官方VUE3的网站 咱们试一试 它官方的网站 虽然是已经有了VUE3 但是目前我看还是没有中文版大型啊 还是没有这个语言选择是吧 还是没有中文版 而且呢 它还没有正式发行内部的API呢 也许会发生改变 但是呢 我简单看了一下它的这些个文档的内容 我觉得不会 它正式版发行不会改变的API呢 我会集成到我的课程当中 给您讲解 好不好 OK 那咱们再看一下VUE3的它的GitHub 这个是它的GitHub 大家请看 还没有叫3的 叫Next 下一步 对吧 可以 大家请看 这个它现在正在更新 它最新的版本已经出来 我给您看一下 这是优大神吗 它主要负责 大家请看 它的最新版本已经达到3.0.RC4 也就是说 它出RC版了 那么主体架构的API 应该不会再发生改变 如果它是ARFA版 或者说仅仅是测试版的话 它主体API可能会发生大的变动 它既然出到RC版了 那么主体API应该就不会再动了 仅仅是修正一些个小bug 对吧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开始给您讲解了 我想这道课程呢 把VUE3的方方面面 包括它官方推荐的插件 我都想给您包括进来 都想讲到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开始一起学习 VUE3 那么好 咱们看啊 我这课程要使用的版本呢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现在是RC4是吧 那咱就叫RC4 其实可能是我在讲解的时候 它会 游大神会不同的推新的版本 可能到时候可能出到RC5 那咱们随时更新啊 RC5 咱就RC5 RC6 咱就RC6 对吧 它出到3.0.0 那咱就正式版就开始讲 完全没有问题啊 呃 咱随着游大神的版本更新 我这课程也会动态的更新 您学习我这课程 您也会有一个这个 呃 跟随VUE3一起成长的感觉啊 那咱们就一起成长吧 好 说多了 那么咱们看一下 我这课程 您需要具备哪些个基础知识 呃 我这课程呢 呃 再回到我以前小马课程的这个 这个宗旨啊 呃 每期呢 呃 仅仅是给您讲这么一个知识点啊 对吧 所以说您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是 大家请看 HTML5 这个您一定要会啊 这个我小马的视频频道 有专门HTML5的课程啊 同时CSS CSS3 您也要掌握 包括呢 JavaScript 最基本的使用 这些个内容 我的视频的频道 都有课程专门的讲解啊 您一定要看一下 好 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 手推VSCode 这个没说的 没有之一嘛 对吧 有朋友说 我是在 我用这个Atom啊等等 我都用熟了 那您也可以用您相应的文本开发工具 都是没有问题 甚至您用VI 我都赞成 好不好 OK 浏览器 因为咱们是面向Web的开发嘛 对不对 所以浏览器呢 我还是手推 Chrome 然后呢 您说 我就愿意用 我们公司不愿意用 Colomb 用Fireforce 或者说有很多大型企业 他们就想用Windows 内置的一些浏览器 比如说您用Edge 都可以 但是不推荐您用IE 让我说到我的视频计划 是这样 我以前做这种系列课程讲解的时候 我每个视频呢 仅仅包含一个知识点 而且呢 我尽量控制在三到五分钟之内 甚至更短 但是呢 最近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话多 经常超时 我今后 我的VUE3的课程 包括我今后 这个Budstrap5的课程 我尽量把它控制在三到五分钟之内 一集咱们就讲明白一个知识点 我认为就足够了 好不好 OK 然后我的课程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通过这个网址 就能够获得我最新课件 最新代码 所有的内容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我VUE3的第一期的内容 那么从下期开始 咱们就一点点的安装使用 咱们一点点的去研究VUE3吧 OK 那第一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今后的学习再见吧 拜拜